想要看日本规模最大的灯海看 不妨来明古屋 明花之礼一探究竟吧 明古屋 明花之礼 每年十月开始至隔年五月 这里将会成为霓虹幻境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只为了这个被誉为一生必看的华丽灯节 明花之礼交通指南 位于三重县的明花之礼 介于关西湖东海地区之间 岁归属于竞技地带 从明古屋搭乘巴士 电车最为便捷 仅需半小时即可抵达 推荐购买竞铁电车套票 价格为3600亿元 配含电车接驳工具来回车票 入场券 其中入场券包含1000亿元的代金券 可以在园区内消费使用 相当划算方便 能减少分别购票的麻烦 不过要注意此套票 仅在点灯期间开放购买 期间点灯时间会依据日落时间变化 最早是下午6点半 最晚是晚上7点整 建议参考官网公告 再决定参观时间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前往明花之旅 看今年主题光雕黄金的金字塔 这次是使用竞铁电车套票前往 首先在长岛站下车 转搭接驳巴士 车到站直接上车 下车时 把乘车券给司机即可 进行中 政治连投机 政治连投机 leading 未经讨论 オ foreign 中央駅 名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车后 尽快赶到光芝隧道入口 会发现 有许多人已在这边等待 点灯时间一到才会开通 让游客前往光雕主题会场 提早到这等的人才能早点在会场 抢到好位置观赏 看完光雕动画会不断重复播放 看完一遍后就可以自由前往其他点参观 园区内还有一个付费温室 很多人觉得这入场费已经很贵 园区内还有不少昂贵收费设施 相当不合理 不过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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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